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公子波马的节目 最近整天下雨, 跑临地, 上星期三就跑临地 结果很多临地的马就出来了, 尤其是高冬尼那艘北半球马 接下来的星期日, 应该如无意外都会下雨, 但问题是看当日的雨势是怎样, 大家要留意 因为香港的赛道去水是非常快的, 世界第一, 很难去说 如果一路跑的时候, 一路下雨, 真的要看着形势的发展 我还有一样东西想跟大家说, 就是最近的跑马真的很地下 即是有点飞到马到, 譬如星期三那晚, 那些临地上 会无端端跑出来的马, 都会有些飞的启示 大家临地上可以去处理一下, 看赢人跑台, 我的好朋友 星岛, 王总, 博士, 就经常对这些赔率的启示很有见解 即是好像星期三那天的赛事, 那个高高, 临地上的飞才到, 搞定 美场那只星耀王者, 和那个中生美丽的那条Q 又是临场, 一二当Q, 当那只金钻贵人舞蹈 即是, 现在赌马一定要赌临场 即是, 如果你隔晚去买, 买回过关, 娱乐一下 赌真钱不可以不看临场飞, 即是现在的情况 即是, 金钱游戏, 始终是金钱游戏 即是, 会到, 不会有这么厉害的脚拉脚 即是, 有机会的马一定会有飞, 还有, 有机会被大家看到 那么, 上次就提供四只马, 成绩好一点, 有一圈一圈 那么, 第一只我提供六五四场, 五班千二米, 雷神差騎, 方家法马和赤子鸿心 那么, 转弯都是头威头小, 还以为有机会赢 为什么最后就有少少佛力 那么, 比生生福运动竞力赶过了, 那就得个PACE 那么, 第二只马, 我介绍就是, 六百五十五场, 四班一千六百五十米 所以, 都是方家法马, 防骑的, 莫来拉奇的快步速 那么, 那只马就, 没什么表现啊, 沿途 那么, 即是, 即是, 估计它, 在这班里有些优势 但是, 看下来, 好像, 几瀉下这样 我想, 这场不是真的, 即是, 未必是出击的场次 那么, 唉, 我想, 可能, 绑了有问题啦, 即是, 扎死了 那么, 两只马, 其实, 雷神, 头那两场, 帮方家法 骑的两只马, 都算有交代 那么, 有个PACE, 运气不好啦 好, 第三只介绍的马, 就是第三场跟斗云 那么, 真是, 稀威心啊, 最近旺人, 没得顶 就这样, 放回来, 非常之好啊, 放得 那么, 可惜, 最后, 落飞落到3.8倍 那么, 几好啦, 九岸逢金路, 有一只WIN见面先 好了, 接着第六场, 都是要稀威心的, 就是各取所需 但是, 明显这只马, 不会跑到临地了 那么, 完全没有机会发挥 在直路里面, 就急剧堕退了 那么, 四只马, 一边一批, 那就OK啦 希望, 今次成绩好一点啦 那么, 上次的骑士王, 是雷神 那么, 我想说的那一场马, 就是 星期三的第九场, 六二场 那么, 这场马, 潘顿的金钻贵人, 就买到大烟门了 1.7倍, 好像天下无敌 那么, 但是, 临场呢, 星期王者, 就 到了最后关头, 才落少少飞 但是, 最有趣的就是, 那条一二档Q 拖一只冷马, 就是 星期王者拖一只终身美丽 哇, 临场, 埋门那一桑Q 就是很厉害, 最后就是这样, 让他两只放回来 那只, 金钻贵人, 还骑到一些古灵正怪 就是, 我又不可以说他骑错 但是, 问题是, 给第三里, 当作比面 但是, 沿途都好像, 我觉得竞争意识不太强 那么, 现在跑马就是这样 那么, 看看这个剧本开什么 所以, 都有一点, 算了 都不是跑实力了, 都是跑飞 和跑幕下云的信心 好了, 那我们就去回 五月十五日, 星期日, 沙田马场 上演八草以来的十场赛事 草地方面, 采用私家山跑道 今季是第九次用私家山跑道 上次用在四月十六日 当日的六场草地赛事之中 有五场转弯路程 五笔跑马之中, 只有一匹月球 排二档起步 其余四笔都是中外档起步 即是外档不是一个问题 反而内档有机会塞死, 或跑道比较窄 那跑法方面, 当日的投马之中 就有月球进龙区是后追跑法 其余四笔都是置中和放头跑法 私家山跑道都是长期有利前置跑法 不理内档, 但是利前置 即是那句 哪只马有信心抢出来 放在前面的机会比较大些 暂时在私家山跑道 赢得最多年马斯是高冬里 如果下雨, 加上私家山的高冬里概念 大家看着高冬里 赢了九场, 之后是赛约翰、罗富泉 赢了七场, 一拳一脚 他们两个 骑士方面赢得最多马的是潘顿 赢了十三场 之后就是田泰安和停赛的莫雷拉 星期日莫雷拉停赛 潘顿又是时候拿了炸弹 分别在私家山跑道 田泰安和莫雷拉就赢了九场 至于泥地方面 金国是第十九次跑泥地 上次跑是五月四日 当日的八场泥地头马之中 只有战意当家信心 是来当起步 其余六匹都是中外档 当日的泥地 就理中外档马 即是与泥地和私家山都一样 即是档位不是太重要 即是意思 不是一定说可以快活谷 一定是内档佔优势 跑法方面 当日的泥地赛事 只有幸运胜区 家应精英两匹是放头跑法 其余六匹都是至中龙后追跑法 当日的泥地是不理放头马的 目前在廉马斯农苦榜上 赢得最多泥地是蔡若翰 赢了七场 之后是罗富泉伟达国 赢了六场 骑士方面赢得最多是薛恩 赢了七场 但田泰安都在追上来 田泰安、梁家俊和庭赛的周晋乐 分别赢了六场 明天的四重彩及四连环 第六场和第十场都有80万多宝 3T有184万多宝 最重要是玉环彩 有245万多宝 上次的特别奖是没有人中的 明天可以留意一下 至于廉马斯方面 我觉得罗富泉和蔡若翰都继续肉搏 你一拳我一脚 现在罗富泉仍在影先 蔡若翰一场头马 明天两个都放了马 尤其是蔡若翰 我觉得明天放了一手 强阵 可能会超前罗富泉 你不看我有没有猜错 另外 审集成也五天没赢马 这个也是大马房 很少见五天没赢马 明天也有手马 好像想出击 大家留意一下 另外两个最近都蛮当旺的马房 韦达马房 姚本勋马房 我会继续留意他们的马 好 说明天的心水 第一个我要的心水 是第二场四班千六米的特省 我上次说过 我不跟的了 但今次要多一次 苏惠仁马房 因为今次跑了气威心上去 今次跑了九次 红红十几名 但是第035场次用王浩南 谷草千二已经比后竞 比后竞来看 当时平64分 之后就不断减分 不断输 那么 分进一步减到47分 前前后后比季初减了17分 差不多一班 上场终于跑过 跑回贏过的谷草1650 用楊家俊 出门也是慢的 但是就没有像以前那样 输整条街回来 那么跑过第八 那么 末段都不是见了 梁家俊有什么 很尽力的拆骑 那么 只是追到 追剩头马 全民阶支三个半马位 那么今次换了 守风很顺的 欺威心 如果明天有十多二十倍 我决定跟多住 那么看看我没有说错 我说过了 如果一只马这么差 没有理由 是不退役的 即是一只马一定有战斗力 问题是 我们跟联马斯斗耐性 不知是我们的耐性强点 还是联马斯的耐性强点 好了 第二只我要的马 是第三场 二班千六米的一定美丽 赛岳瀚马房 潘顿刹剧 那么七只马的长盒 高班赛事 那么错终复杂 最近都爆到七彩 大家留意到 那些马越少 就越爆到石破天津 那么大家又可以 用这个角度去分析这些财势 那么潘顿这一只 一定美丽去不去马呢 那么去就当然简单了 买去吧 但是不去的话 在这里掩护哪个呢 北极江 賀言 答欺威心 这个组合上次有只叫功夫茶 那次潘顿 其实的容天鹏 就用来掩护他来赢的 健康化区 那你可以说潘顿 掩护巴渡也行 但是当掩护蔡若翰的时候 掩护巴渡 蔡若翰的时候 就 哪个背贴呢 如果背贴的话 明天开沈习城也很常见 沈习城五日没赢马 哇 这个形势真是错终复杂 那么 既然这么难估 不如简单一点 那我要回潘顿 概念就是 就是蔡若翰争半军 明天整首在 可能这只马会是第一只赢的蔡若翰 因为蔡若翰都排强阵 希望明天他 好像以前神仙赛那样 正正经经 不要玩东西 好了 第三只我要的马 就是第七场四班 千四米 姚本辉马房梁家俊的大小智库 姚本辉梁家俊这个配搭 非常之厉害 刚刚那个赛马日星期三的夜马 赢了两场头马 两场都好分的 那么 那天有个报道就是 梁家俊就会下去 即是开赛之前 就下去看一条跑道 穿着西装 落着雨都看跑道 果然有料到 那么 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些资讯的话 记住看赢跑台的直播 那么 带西之虎是姚本辉马房金桂的新马 跑了四次 只有一个电军 那么 那么 头那两场就脚发很自乱 玩而已 出来适应一下环境 那么 但是四百九十五场次 就贴栏快放 那么 露了缸 露了底 那么 证明这马一定够四班 那么 上一场一样快放 那么 那么 他输给头马 精灵涌进两个马位 那么之后精灵涌进也继续好表现了 那么 跑第二名的聂锋 还保重了 那么 那么今次这只大小智虎 继续用梁家俊排十四档 那么 话就说 你这个中外档而已 但是十四档 应该换到一些赔率回来 那么 那么 我觉得这只马的级数一定够差的 那 加上最近 姚本辉和梁家俊都很守风很顺 希望可以再下一城 嗯 十四档就不用怕的 有心抢放 贴栏快放就有机会了 那么 如果不放出来 那么 吊在三四档 那就不是去马了 很简单的 好了 那么第四只我要的马 就是第九场三班 千四米 那么 七号马 勁力十足 韦达马房 希威心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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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主水 希威心最近的骑公 一日千里 就不用说了 那么 星期三晚 那只星耀王者八倍 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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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到最后 韦达炎了 开最后那只马 那么 那么 希威心放马绝对一流 王总被一个灼后 去翻山马街线 那么 上一次 六一三长车 这只竞力十足 就慢放得手 又是控制步速 控制得很漂亮 9.6倍赢马 那么 之后 赢了马之后 希威心没有放软到手脚 完全是亲自操练这只马 那么今次跑回 相同的路程 那么 排二档 那么 那么 其实跟上次的形势一模一样 那么 那些对手的级数 也不是太高 都是差不多 那么 其实再赢了 长着对不起 有形势就行了 唯一怕的是 上次赢很快地 如果星期日下雨 就淋地 不过这样还好 可能有些赔路换回来 日月薄薄去吧 我会拖金章领 和这个 金章领 和这个 匠盒 那么 我重复我四只心水 第一只 第二场 四班千六米的特省 苏惠賢马房 希威心剧 第二只 第三场 二班千六米的一定美丽 是 赛克汉马房 潘顿骑 第三只 是第七场 四班千四米 大势自负 姚本辉马房 梁家俊 最后一只 是第九场 三班千四米的 竞力十足 偉达欺威心配搭 希望明天有些好的成绩交出来了 好了 到三宝场合 分析下 尾三场的赛事 第八场 第一关 首先要一只船风飞映 难得保得出 未跑过泥地 不要批洗 这只马 可能跑泥地 是对的 又是赛克汉的概念 左试右试 赛克汉配搬顿 第一只要 接着我就要一只 协进神区 韦达概念 他和章灯结彩 是同副马 章灯结彩 跑泥地 大家都知道 一只很有优势的马 明天 偉达欺威心 会不会继续 再下一城 看看一只协进神区 和那只 竞力十足 接着有一只 美丽学彩 沈杂成马房 可能明天有首映 我说过 田泰安拆劇 试杂每次都快到瘋 这只马 今次终于初跑泥地 要回去 田泰安 三只马 我选择旋风飞影 协进神区 美丽学彩 当然不可以漏了一只 次次好 差不多在这里的 大众神区 Jolly 大众胜利 以及奖金大王 聂楚行 王俊 不知道会不会在这里 又放冷战 第九场我说了 第一只我要的 竞力十足 第二只就是 美好世界 罗富传达 潘顿 第三只是 士跑德 希斯买房 玩这个蝕恩 这只士跑德 上一次千四米 是跟二班的中华盛景穿桥 这次来三班跑 其实是好处 大家留意这只马 何况这只马 明天应该是冷的 最后一只要补回 就是马鲁 第一次出赛 杀星震天 都跑过第四 这次又是罗富传 找何宅摇上去 这只马在外地 都赢了一千六 争情应该没问题 看看明天会不会动手 第九场我喜欢的马 就是竞力十足 美好世界 士跑德 和马鲁 最后一场 第一只马 当然要一只神速奔驰 上次周俊乐 卖到1.4倍 跑第二 踏了Q 今次换赛明啸 上去 哇 这只马 这只马应该是现本 要先 第二只马 就是实力派 对了 上次被那只99倍的孟巴黎 第二段 屈了22秒25 今次找潘顿上去 不会这么老 还给你盲防 对了 第三只我要的就是 美丽攻略 那 罗富传马房 我都说了 最近罗富传 都很旺 今次放下加利 上去 博你不信 最好抵出的 这些场合 就是马赛职 也好 放下加利 一个加利 2.9倍 好了 接着最后要包回 姓德出色 蔡瀚巴道 巴道 基本上我现在都放弃 但是 很古怪的人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包回姓德出色 我提供我的三宝 不是提供的 是一些注意的马匹 第八场 我要旋风飞影 协进神区 美丽何彩 冷的 不要忘记 奖金大王 第九场我要 勁力十足 试跑得 和马路 第十场 要神速奔驰 实力派 美丽攻略 记住包裹 冷的胜德出色 好了 就是这么多 騎士王方面 明天莫来拉奇 停赛 你论上去买潘顿 买潘顿 买潘顿没意思 点几倍 冷敲稀威心 不用说了 我也要了两只马 还有其他马 也有机会 如果两场 加利抵士 有时也能赢得到 骑士王 因为明天 那些 骑士的坐骑 分布都相当平均 好了 不错大家了 今天就 讲到这里 希望 星期日的 赛马 赢得多些 最重要 记住一件事 看看有没有下雨 下雨 记住到时 臨场 看飞做人 现在没办法 真的要全部看飞做人 我们下次公子赛马时间再见 拜拜